早安 我是张庆林 清晨六点钟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们用十分钟时间快速来掌握一下台湾今天的各报重点 好 有关于政府这边的用税收的经济分红的这个说法 今天在自由时报 联合报跟苹果日报都做到了头版头条 像联合报的标题叫做赖魁是两大红利而惹意 好 不我们还是先从前自由时报 那自由时报呢 其实我们昨天看到了在苹果日报头版说 在政府这边对于这三万块钱以下的低收入的一些族群们将要给他们一些大红包 但是今天自由时报呢 他们说根据了解 其实行政院会在昨天他们开会已经初步敲定说 会补助中低收入户 还有养儿育女的年轻夫妻 在今天就会宣布相关的方案了 至于低薪者原本要给予一次性的补助 因为考量到低薪标准的认定可能会有些争议 再加上预算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要喊咖的 昨天有媒体报道说这月收入三万块钱以下 农历年前可以领到一万块钱的现金这个说法 昨天行政院也立刻驳斥了 好 相关的补助预算要等到下个会期再做讨论 联邦今天的头版头条说 这赖魁敢在卸任前夕的发大礼 连财政部都不知道 好 行政院长赖清德可能在星期四 行政院院会当中就会提出内阁总词 而预计会通过扩大内需方案 经济红利发放 刺激消费 也在这个星期就会出炉 行政院方面倒是展现了高效率 希望能够以两大红利政策作为赖内阁的毕业大礼 不过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对于这个经济红利政策 态度是保留的 昨天呢 卓荣泰跟网红馆长有一个对谈 他说这个政策显然跟社会的对话还不够 而到底这是永续的还是一次性的 政府必须要讲清楚 他也认为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难道这个钱没有更好的用途吗 但兰茵这边觉得说 这根本就是为了大选在政策买票 而一些财政官员就联合报说 负责筹措裁员的财政部多数的官员 其实都是在蔡英文总统的元旦谈话之后 才知道说有相关的一些补助等政策 好 非要联合报的那页当中 当然有这发放红包的政策可益的连三措 因为岁济胜于十应急 而非让执政者来当散财童子 今天在苹果日报头版头条就说 这个分红不如减税 400亿元撒红包 其实这就是政策买票 里面A2跟A3两个全版 今天苹果日报 他们说业界的声音跟学界的批评 像是这业界是觉得说 刺激经济应该要积极减税 应该把超征的400亿元 创造为2000亿元才有意义 那么各国跟台湾之间的税率比较方面 也帮大家来看看 企业的营锁税跟个人纵锁税 跟其他的亚洲 包括美国等国家的一些比较 到底我们台湾的税收的比率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评论日报今天那一页就问说 学者问说 你每个人背了22.7万元的国债 哪来有所谓的经济红利呢 乱发钱 这是真的是有买票的嫌疑 那么在中南部的企业喊话说 降营锁税才能够提升景气 好 今天看到在中国时报的 头版当中还有旺报 其实在头版都是关注到 蔡英文总统之前的 对于这九二共识的最新诠释 蔡英文总统呼吁各党派 是不要再讲九二共识了 对策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昨天就反问蔡总统 不然你觉得该怎么处理呢 柯文哲说 两岸一家亲事先声明 我没有打算对你有敌意 我们先保持一种善意 不过他就冷回一句说 经济国防你还是好好地 这个准备吧 而是否对小英升高 两岸敌对状态来示警呢 那么柯文哲的态度 也是备受关注的 其实今天在中国时报还有旺报 在内夜当中都有蛮多篇幅的 提到说所谓的两岸一家亲 大陆方面现在对于蔡英文总统的 这几天来的一些谈话 他们现在的立场就是 不希望人民对立 现在习五条是善意 但是遭到了绿营的扭曲 对于蔡英文刘于地的官媒 冷处理之旺报的头版 好 中文时报今天的内夜 其实就进一步地告诉大家说 其实在蔡英文的这段时间 来的一个谈话之后呢 后续中国大陆的中央级的官媒 处理国台办的声明解读 那么仍未到对于蔡英文 最后决定性的地步 这也凸显了北京其实不愿意 进一步地激化两岸民间的 一个对抗情势 好 所以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内夜 就告诉大家说 要搞好两岸关系 拼经济才会有感 因为你必须要端出政绩 才能够守住2020 好 在政治新闻方面 联合报今天内夜说 这赖清德将要总辞 所谓的苏迈战斗内阁要成行 昨天其实在这个自由时报 也谈到说 接下来可能就是苏正昌接隔魁 陈其迈接赴隔魁 而联合报今天说 党内人士表示说 苏晨两个人的幕僚私下 都已经透露说 近日他们就要重返中央了 另外台中市的前市长林嘉龙 是否会入府来担任要职 在一周之内也会比较明朗化 好 党内人士透露说 原本高层有想有陈其迈 来担任行政院的秘书长 不过说陈其迈从高雄市长 这一战落败之后 也还是维持有一定的声势程度 所以希望四年之后再回高雄一搏 如果担任秘书长的话 在角色上面的限制会比较多 所以由陈其迈来担任傅格魁 林嘉龙最近也是频频被点名 那么尤其对于入府 担任国安会秘书长的传言不断了 所以林嘉龙是否入府 大概在这个星期就会比较明朗了 好 蓝英利我也觉得说 你苏贞昌来组阁的话 以后跟蔡英文的摩擦一定不会少哦 但是呢 其实今天这个媒体就分析说 这苏迈配派系权力结构的一个重组 陈其迈算是一只活旗 当蔡苏之间的一个润滑剂 绿营倒是觉得说蛮接地气的 因为这心格其实摆脱了老蓝男 联邦今天内夜说2020的两岸论署方面 蓝英这边呢 有志者各提他们的版本有哪些呢 朱立伦强调九二共识坚持到底 张善政提以中华民国宪法凝聚台湾共识 而国民党在星期三开会会整合 15县市长的一些意见 另外今天1月8号 在台大这边今天终于管中敏要正式的上任了 台大对于交接仪式是相当的低调 校方也表示说管中敏今天不会受访 好一些前校长还有部分的临选委员 今天是会与会的 不过今天的台大校方其实也是严正以待 拥有反管人士虽然说不会有行动 但是昨天看到了当初的这候选人之一的吴瑞北 他昨天已经提起了抗告了 自由时报今天内夜说管中敏今天出任台大校长 社民党说荒腔走板的闹剧 好民意呼吁蔡赖不要毁政府的治理基础 学征会则说他们希望能够重启临选 这个立场并没有改变 好在政治方面其他焦点在联合报的内夜说 立委的选区划分定案明年要实施 在高雄市跟屏东县会各少一席 台南市跟新竹县则是各增一席 还有在民进党这边的台南市议长 当初退党抢下台南市议长宝座 但是这个郭信良这两天有争议 因为他昨天又说找新朋友不如找老顾客 所以他说又想回到民进党去了 当初他退党大家一起支持他选上了议长 但是现在又说想回到民进党 所以他的动作也引起了各方的批评 自由时报今天在头版当中有防堵中国的转口偷渡 太阳能模组没有身份证是禁止输入的 从21号开始必须要付出产地证明才可以 好另外再有关于台积电这边所合作的这个化学厂商 德国的这个巴斯夫集团 他们在台湾的子公司本来是提供高纯度的硫酸跟氨水 这些化学材料给国内的半导体大厂 其中他们最大的客户就是台积电 不过在公司里面有个高阶主管带五名离职员工的 偷了这里面的一些机密技术给中国的一些厂商 整个业务损失足够是36亿元 这个消息对台积电来说不受影响 又是他们厂商这边的一个事情 不过这个消息今天前报纸的 那页当中都给了蛮大篇幅的报道 好在这非洲猪瘟的消息方面 自由时报今天那页说 非洲猪瘟的阴影笼罩 猪价一度跌破70块钱 在瓦丸的明店这边排队人潮已经不见了 零二报说严控厨与养猪 在云章家现在都祭出了重罚 财经焦点方面 工商时报头版头条有 外资认错 贫盖股 绝地大反攻 还有在经济日报提到了台股强谈 法人买超百亿元 另外在高雄方面 林一首昨天访韩国瑜提出六项计划 一连要砸700亿元 在高雄这边做大投资 零二报今天内有美中的重启贸易谈判 刘鹤大陆的副总理刘鹤突然现身在会场 那么也显示了北京对这次的贸易战 有迫切的一个迫切感 好 这就是今天的十分钟早报 谢谢您的收听 早上台湾 我是YouTuberTUJIA 中間10分鐘 ZaoBao新聞